那在这个高型大屏幕不但可以追剧啊 刷小红素 方便使用呢 这个双子下滑就可以直接快速的分屏 轻松的实现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CMaker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 realme最新发布的这一台realme Pet X啦 那这一次的这个realme平板呢 不仅仅是平板而已哦 因为呢realme Malaysia终于终于 也把这个智能笔也带进来马来西亚的市场了 我觉得呢有了这支笔之后啊 它确实可以大大的提升了这个生产力 不再只是什么平板只有爱奇艺的 那我用了大约两个礼拜之后 我总结了一些就是学习啊 工作啊 还有就是娱乐方面的一些使用体验啊 那我现在呢就来跟你们分享 那开始之前呢 希望你们可以点赞 以及订阅支持一下我的小频道 谢谢影片开始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从这个学习的工作方面开始啦 realme Pet X的这个重量控制在499克 所以呢是非常方便携带外出使用的 那再加上这个总体的设计呢 是偏直角型的 拿着实用工作啊 写笔记啊 其实都是很稳的 不管是学习或者是工作 我们都会较长的时间看这个屏幕 那这块11寸的2K屏幕呢 色彩薄合度足够的同时呢 还配有这个德国莱茵低蓝光的这个认证 可以呢自己在这个设置里选择适合自己的护眼效果 比如黑白模式啊 拿来看书啊 读资料啊 我觉得都会更舒适也更护眼的 那你长时间看屏幕下来 也不会觉得眼睛特别的酸 或者是特别累的 那除此之外呢 realme UI 3.0 这次它也优化了整体的这个平板使用体验了 搭配上realme笔呢 实用起来也简单多了 那连接这个智能笔呢 是非常简单的 只需要放在平板的上面 它就会弹出这个弹窗 按照这个指示呢 就可以直接连接了 那每次吸注的时候呢 智能笔也会自动的充电 那为了方便使用呢 这个双子下滑 就可以直接快速的分屏 轻松的实现 一边看资料 一边做笔记了 它也可以同时多任务的打开自由的浮窗 四指面合就能够悬浮窗口 那如果你是realme手机的用户啊 这里还有一个让人非常激动的这个功能 也就是呢 它可以跨屏护联啊 那手机呢 你放一边轻轻点浮窗呢 就可以把手机的屏幕头放在这个平板里了 你想要复制笔记啊 或者是拉这个文件照片出来都没有问题的 直接拉出来就可以放在笔记里的 非常的方便使用 那之外呢 相信你们都有听过 好像AirDrop啊 或者是那种Huawei Share的这种功能吧 现在呢realme的用户也有了 它也有这个realme Share啦 那它这个照片 你想要发到这个平板的edit码 打开realme Share就可以传到这个平板里使用了 当然你想从这个平板传到手机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发现到realme其实很了解用户 他知道呢 我们使用平板啊 怎么都逃不过 追剧或者是看戏的 所以呢这个realme PAD X呢 它搭载了4个对称 由这个Dolby Admos调教出来的立体扬声器啦 那我觉得它的音量是非常响亮的 无论你是打直啊 或者是打横来看 都可以感受到很有层次感的这个音质环绕的 那想要同时实现学习啊 工作啊 娱乐啊 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电池续航啊 是少不了了 那毕竟呢 你一直充电啊 带着这个平板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realme PAD X呢 这里就搭载了一块8340毫安的大电池 那你带出去使用啊 基本上我都没有带充电器了 因为呢 基本上使用下来 我大约三天左右才充一次电 我觉得它的这个续航能力是真的非常给力的 那接下来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功能 它是专门为儿童或者是学生来设计的 其实呢 我想分享这一点 是因为最近我在外面吃饭啊 或者是办公的时候 我都看到其实蛮多家长都会让孩子拿着手机 或者是平板 相信你们也知道 那其实呢 如果限制性的让孩子使用平板呢 它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好的辅导工具 当然如果没有限制性的去让孩子使用的话 这个电子产品也会担心 对他们的眼睛造成伤害的 所以呢 realme就特地针对这一点 设计了这个学生版的儿童空间页面啊 那当孩子打开这个儿童空间的时候呢 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这个学习内容 包括游戏啊书籍啊 还有一些视频 让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方式下 更有趣的去学习不同的知识 当然如果你不在身边 其实你是不是会很担心 就是他们偷偷看YouTube啊 或者是看卡通啊 或者是玩游戏等等的 那这一点呢 你就不需要担心了 因为呢 你可以直接在你的手机上下载这个Google Family Link的这个APP 然后呢 直接打开以及设置这个屏幕的时间限制啊 内容管理等等的 这样呢 你就可以从而去引导你的孩子 在使用这个realmePad X的时候 是可以真正做到学习的 那使用这个realmePad X 两个礼拜之后啊 我发现realmePad X在这个价位给了用户 轻胜产力之外呢 还有这个影音娱乐的这个均衡的体验 那在这个高型大屏幕 不但可以追剧啊 刷小红书啊 还能提升你这个上网课 或者是开会的这个视频的体验 加上这个护眼模式 还有这个大电池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适合学生啊 或者是上班族长时间来使用的 如果你的预算呢 是在差不多1000元左右的话 又想要购买一台平板 来辅助你的学习或者是工作的话 那我真的建议你们考虑这一款realmePad X 那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也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 或者是留言问我都可以的 好啦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bye